他也希望在跟他接觸的同時 他有一些想要提醒你的小兵力 尤其是在跟你的這個身體狀況上面的提醒 讓我們來看一下 他特別送了一個中藥包 希望藍正龍 不用說生兩個來 可以強一點 要強 他的強不是要你身體變強 他是要你對他再強迫一些 因為郎姐也喜歡強的來 你知道嗎 就不要客氣就直接來 快 我們也先穿過郎姐的課 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會給我 因為會不會是明天播出之後 收視率會很好的意思 好好的 對不對 你看一下博軒剛剛都會講這麼多的好聽話 你們試試看 換你 請問一下 欣欣拿到名字的字 你覺得代表什麼 明天收視率一定會很好 答對嘛 真的 好 那我們讓兄弟檔拍一下好不好 來 請大家小姜笑在你中間 好 來 用信心 你做到一個人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站不穩 好 來 謝謝信心 好 那讓 好 來 好 來 你說幾點 八點半 八點 好 來 右邊下方 來 關下 好 謝謝 因為就是 夏天本來就不太在化妝 然後因為都會流汗什麼的 然後 加上年紀也到了 就不太需要 在這方面琢磨啦 對我自己而已 因為我也沒化妝 也沒弄頭髮 就是 因為我平常 拍戲都騎著這劇 然後就去學校的水龍頭 沖一沖 然後覺得可以拍了 這樣 所以沒有造型可以 其實有一點 在拍的同時 其實有一點 然後 我每天回家都跟我太太說 我不想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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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演 然後她就說 你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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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就是 然後就去頂樓 就是 再準備一下明天的劇本 這樣 就是一天一天 把她 努力完成 好像之前因為我也要陪她 所以就介紹過 欸 對 這一兩年應該還是 這個情形啦 嗯 就是 陪小朋友啦 因為 就很捨不得她們長大 對 那就是有說 太太就是有一點憂鬱的地方 是什麼樣子 還好 我覺得我比我太太憂鬱 哈哈 我太太其實是一個很安靜 然後很堅強的一個女生 那她沒有 沒有情緒上的困擾啦 就是只有睡眠上的困擾而已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新聞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們都很好啦 前幾天還跟 請媽媽幫忙帶兩個小孩 我們去看個電影啊 都很好啦 就是沒有沒有 還是有自己的空間去約會嗎 現在就是因為弟弟滿月了嘛 嗯 就是 欸 也 就是 健康寶寶 就是會 喝奶啊 放屁啊 打嗝啊 就是不會像姐姐有長腳痛的問題 對 長腳痛是什麼 長腳痛就是 就是 會有一些比較過敏體質的小朋友 他們會有這個狀況 嗯